就在北京时间周五晚上,联合国大会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重新做出有利的考虑,德国电视一台时日称,投反对票的以色列和美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单,新的联合国决议意味着什么?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一句话,联合国新通过的决议,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获得了更多权力,决议大大加强了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最大机构中的作用,他将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大会上以与普通会员国类似的方式行事,今后,巴勒斯坦代表也将被允许就中东冲突无关的话题发言,他们还可以提交决议修正案或建议新的议程项目,该决议呼吁其他联合国机构, 也给予巴勒斯坦类似的权力,包括德国在内的2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德国驻纽约夫大使托马斯·扎赫内森表示,如果立即成为正式会员国,能够结束我们正在经历的所有苦难,我们今天就会全心全意地投赞成票,然而,只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直接谈判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和平,两国解决方案是必要的,然而,该决议并没有赋予巴勒斯坦人正常投票权,也不允许他们竞选 联合国机构的候选者通过该决议,大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一个独立国家,然而,大会不能就此继续做出决定, 这一步骤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大会呼吁安理会仁慈地重新审查这一问题,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必须跨过美国这道难关,巴勒斯坦目前为联合国观察员国, 2011年9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向联合国时任秘书长潘吉文提交申请,希望该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当时,由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巴勒斯坦暂停了申请, 2024年4月初,应巴勒斯坦的请求,安理会15个理事国时隔13年,再次审议了巴勒斯坦入联申请,并以12票赞成,一票反对和二票弃权,就一份允许巴勒斯坦作为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行使否决权,草案未获通过,英国和瑞士投了弃权票,如果委员会现在再次讨论巴勒斯坦人是否应该成为正式成员, 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不过,现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尤其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投票前,美国已宣布将再次否决此案 美国发言人内特·艾文斯表示,如果大会通过这项决议并将巴勒斯坦的入盟申请重新提交给安理会,我们预计会得到与4月份类似的结果 而以色列再次严厉批评了这一决定,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丹在大会上表示,联合国即将推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国家的建立 他们让联合国向现代纳粹分子和种族灭绝圣战分子敞开了大门,他们致力于在整个以色列和该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让他生病了,阿尔丹在讲台前撕碎了写着联合国宪章的纸片,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他以你真丢脸结束了他的演讲 以色列外长卡茨也强烈谴责这一决定,联合国政治舞台做出了一个任意,荒谬和不连贯的决定奖励了哈马斯的凶手 他在短信服务中写道,以色列为何不承认巴勒斯坦国 5月10日,联合国大会议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后,引发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 该国外长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联大的决议等于是给哈马斯的奖励 其实在投票前,以色列已经预计到了这个结果,因此并不十分意外 所以他们的外交行动都是早就准备好的,甚至还提前策划了一些国际公关来游说各国 比如几天前,以色列外交方面就称,期待匈牙利和捷克不要支持决议 结果和以色列预判的一样,这两个国家是欧盟内仅有的两张反对票 另外,以色列外长还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段40秒长的视频 解释了为什么目前不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原因 还把这段视频 add了40多个国家的外长和外交部让他们观看 目书总结一下,以色列目前坚决不承认巴勒斯坦国 更不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如同以色列外长所言 这时候让巴勒斯坦建国和入联,等于给哈马斯奖励 以色列认为,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二战以来 对犹太人最严重的袭击超过了历次中东战争 是又一次纳粹大屠杀 因此,面对这种局面,以色列必须要清除哈马斯 之后,巴勒斯坦才有未来 在哈马斯没被清除的背景下 国际社会支持一个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建国和入联 这不等于是认可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了吗 这就等于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给他们一个额外奖励 因此坚决反对 第二,巴勒斯坦的问题不只是哈马斯的问题 也有内部治理不透明 对国际援助贪腐,反游教育等问题 以及和以色列边界划分等很多复杂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都没处理完成的背景下 巴勒斯坦是不可能真正建国的 这就如同你让一个高考分数不够的学生上大学一样 因此,联大投票没意义 必须巴勒斯坦先做出改革 然后和以色列直接谈判 才是巴勒斯坦建国与入联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道路 圣经也反游 现在人家漂亮国立法规定 犹太人就是是婆罗门 在美国,你反天反的代表你有反抗精神 但你要是反犹太,否则就是种族歧视 在美国,你可以骂董王骂拜登 这是自由言论,没人会抓你 但你敢骂犹太人,那你就是反游 就是哈马斯,人家可以派警察来抓你 不,派狙击手来拘你 在美国,你可以歧视黑人和亚裔 不,其实黑人人家还会说你种族主义 其实亚裔没人说你,叫政治正确 但是你敢说犹太人不好 分分钟把你抓起来 在美国,你都不能同情巴勒斯坦 甚至都不能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人 你看啊,人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 哥伦比亚大学,世界一流名校 人家的副校长肯定比咱们懂吧 有个学生问他,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人 他都回答不出来,为啥呢 你看啊,如果他说巴勒斯坦人不是人 那你是不是会质疑他的智商 哥大学生们会让这样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当副校长吗 肯定不会哦 那他要是说巴勒斯坦人是人,坏了 他就是反游,就是哈马斯,为啥呢 因为你要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人 那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是干嘛 是种族灭绝,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如果你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人 那你就是反游 就是哈马斯,以色列常驻联合国 代表就说,美国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是暴徒 以色列真的是没有意识到 哈马斯不仅仅在加沙的学校里 甚至连哈佛,哥伦比亚大这样的精英大学 也有哈马斯 估计这些学生也挺猛的 傻,我成哈马斯了 人家美国说了,我这是有法律支持的 过去学生支持巴勒斯坦 这叫自由言论,你不能抓他 为了抓这些学生 美国众议院以320票对91票 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这个法案非常离谱 你听听看 不允许对犹太人进行妖魔化宣传 比如,犹太人控制媒体、经济、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 以后你再说犹太人控制了美国 人家就可以说你反犹 就可以抓你了 不能指责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 或者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对其他民族实施大屠杀 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敢说你就是反犹 还有更离谱的 以后不能再说犹大出卖了耶稣 为啥呢 因为犹大是犹太人 按照这个标准 圣经都得改 要知道 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 圣经地位很高的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 都是把手放在圣经上的 现在人家婆罗门犹太人说 圣经反犹 你美国怎么搞 被屠杀3.5万人 这是要从巴以冲突的根源讲起 以往我们介绍过 今天就一笔带过 简单来说 以色列的祖先 在三千年前在这里生活过 后来国家灭亡 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 这片土地又在征服者灭亡后 迎来了新的居民 等到十九世纪末 犹太复国运动逐渐兴起 最终在二战结束后 迎来了建国的机会 犹太人可选的建国地点有很多 但最终选定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 并得到了欧美国家的支持 1947年11月29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 巴勒斯坦将来治理 分治计划 问题的决议 吉联大第181 2号决议 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国 犹太国 及耶路撒冷市辖区三部分 从而 是以色列得以建国 这项决议从一开始 就让人觉得不合理 如果几千年前生活过的地方 几千年后 也拥有领土主权的话 美国人是不是应该 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 当然 在权力和实力的压制之下 道理是讲不通的 只有通过自己的拼搏 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主权 面对联合国的偏袒 以色列当然是欣然同意的 认可了这项决议 实现独立 并且顺利加入了联合国 相对应的巴勒斯坦 则不肯接受这一项决议 并联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在1948年 英国殖民的军队撤离后 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可惜的是 犹太人为这一天 已经准备了很久 巴勒斯坦人 却在英国此前的阻挠中 无法凝聚在一起 再加上欧美国家从中帮助 以色列取得了第一次 中东战争的全面胜利 不仅占领了大量的土地 而且给予巴勒斯坦 以沉重的打击 巴勒斯坦这才发现 自己吃了大亏 他们在战争中 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反而因为失败 领土被蚕食 更亏的是 由于他们不承认 联大第181、2号决议 世界上也不承认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既然不是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的领土理论上 说是无主的 以色列的占领 甚至算不上是 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 这个时候 巴勒斯坦人才想起来 应该先建国 但是 此时再想建国 已经是困难重重 巴勒斯坦的领土 已经被蚕食的支离破碎 人民普遍流离失所 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把全国凝聚在一起的政党或临时政府 因此建国之路可谓十分崎岖坎坷 1988年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 在阿尔基尔公布了独立宣言 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不过 当时巴勒斯坦在人民 领土和主权三大建国要素方面仍然没有具备 所以很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 一直到了今天 巴勒斯坦仅剩下两块实际控制区 分别是约旦和西岸 实际控制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 和加沙地带 约250平方公里 两地的领导者 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 由于法塔赫对以色列有屈服的倾向 以至于双方难以合中共计 共同建立巴勒斯坦国 但是 巴勒斯坦国 一天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这里的人民 就一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因此 多年以来 巴勒斯坦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加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方式 正式获得国际承认 取得相应的权益 对 感谢观看